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也好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我们说过了 澳洲就有避风港计划 亦为一些香港人留下移民之路 但是第一步就很难 第一步现在比以前难得太多 原来最新的资料显示 澳洲政府从去年一度允许国际留学生 延长毕业后的工作时间 令他们报读的部分课程 原来最多他们计算数 最多 你知道,有时那个研究 部分课程 如本科、碩士、博士、学、生殖、毕业 如果按照不同的情况 最多可以留下澳洲六年 四到六年都可以 但是这种叫做永久的临时居民 永久临时居民 因为不断地做临时居民 两种事好像有点矛盾 永久临时 所以澳洲政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他就动手了 香港人的豁免我们还没收到 之前就说有机会有了 我不知道到时有的话再说 不过真真正正看回 根据澳洲教育部上星期公布的有关公告 记住教育部公告的 有关期限将不再获得延长 现在将会恢复原来的两到三年 即是又是紧紧了 现在留学生签证后工作权这个重大的改变 亦是缩到最大的限制 之前就放宽了 现在已经缩到最大限制 从今年中开始 澳洲将调整国际留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权政策 减低国际留学生留在澳洲工作的年期 当然这些限制当然有些人不愿意 有些人觉得多些时间 是否容易找工作或者跳槽 又或者是 有些人就想着 我不是说他故意 找到一个对象 其实是最容易或者最稳定的 都是避风港 避风港计划之中的避风港 配偶 你也知道我想说配偶 配偶应该是最 如果是真的话 应该是最稳定的 原来根据 联邦教育部官方网站的解释 就是现场两年签证的安排 原本的意思是为持有临时 不业生签证 即是四八五类别的留学生 提供额外两年的逐签机会 以便他们在一些获得政府核实有技能短缺的工作领域 获得更多实际工作经验 但是这就被人滥用了 看回他们官方的数据 也看到的确有很多人用这招 这个是实雅实词 是正在收紧的 从今年7月1日起 因为我们6月底结束 就叫做财政年度 7月1日就是新的财政年度 留学生教育毕业生 将没办法再申请两年期的延续签证 因为澳洲的 他很简单就是 环境状况变了 以及移民政策当中的其他考虑 那么潜台词就是 我要减移民 其实他说这么多都说要减移民 所以从 他说了 他说了 都可以说出面了 都可以说出口了 从2024年7月1日起 国际高等教育毕业生 将没办法进一步延长 他们留在澳洲的 这个时间 当然对于 香港人来说是否有影响? 有 不过 因为他们要申请避风港计划 现在不知道详细是怎样的 影响了多少 反正就收紧了 就是收紧了 这件事应该也罚到香港人 因为 其实香港人争取的权利 就是年龄限制 其他人应该就 知道是没得说的 英文 大家都是这样 你没理由就给你 因为 你们也是 前英殖民 你应该 一些人的英文基础也好 Suppose 你就是这样 就不是 一点点 一点也好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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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安排 亦属于更广泛的移民政策 而且新的一个紧缩政策 我可以说 经济紧缩 移民紧缩政策的其中一部分 政府认为新政策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 国际教育的完整性和质素 新的移民政策包括什么? 引入真实学生测试 就会取代真实临时入境者资格要求 其实也一样 真实学生 OK 即是 兴向 以前的 完全明白 你是否真学生 不过他 有些人就说 你不是跟避风港计划有矛盾吗 避风港计划不是比香港人更容易留在移民吗 好心你不要出声 有矛盾就有矛盾了 你有他 你是不是想让他把矛盾拆开就着 那是否让你嫌到民 这些人真是 不过算了 这些都是激构的 不是说事 人家给你有矛盾之处 就给你一个走盾位 有矛盾 不如你连这个也不要 连这个也不要 他肯定要这样 因为他担心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香港留学生 最怕是其他南亚留学生的一大堆勇 他们都学这招怎么办 不是呀 我们有得拳 是的 你已经有了特权就聘请你小声一点 是的 没再出声 你小心其他 因为你知道南亚裔 的人士其实在英联邦国家都相当有实力 还有 就是严格规范处理学生签证 申请的数量 第三 这个就比较大事 其实前两个 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香港人 因为他每个地方有个level 香港人的level比较高 我意思是可信度比较高 第三 这个就比较大事 因为我看到各大论坛说有些人 考4.6都在买 但是现在 他是提升 提升英语 测试的成绩要求 这个就已经卡到很多人 就算BNO我们一直都说 如果他只要用一招将你英语的成绩 提高 那你就会有很多人就没问题了 另外还有在清单下减少 获签课程的数量 还有就是 对转科安排 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 因为以前有些人 转科 读不了就转了 有些 申请来的时候 他就申请大学 但是读一读 读一读一读 或者是其他 便宜一点 很多人 尤其是某些南亚裔的学生 之前 澳洲政府应该都知道 是吧 一早知道 只要是 只要是只要是只要是 提高临时毕业生 签证的英语 二语言要求 你记住入学的要求 也是 加了 毕业生签证的要求也是加了 就由瓦斯6分提高到6.5分 另外 这件事 他们就说 他们说 就说 说的人有豁命的 我没见到 没见到正式文件 那就是 申请 毕业生签证 就是485 年龄上限 从 50岁降低到35岁 有些人都记住 有人说35岁要入学 真的 再说 我看见到有人35岁要入学 那么你就要看一看 有没有风险 最重要 入学都不重要 你读书都不重要 最怕你 有什么买了一层楼 是全家搬来的 我真不知道在想什么 都未得到证 卖楼 卖楼 而且 应该都是不少的 这些人也认为自己找他他过 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你如果 移民的官员看到你 你说你读书 为什么要埋楼 全家都卖了 你怎回答? 你怎回答? 有HKStream 我一定会收紧的 你现在没有大安置疑 没错 其实有些事情是有矛盾的 你说得对 一个叫真实学生测试 其实他要你来的时候 是要读书 不,你方便我移民 但是第一步 第一步他没有说方便你移民 第二步才是 你经第二步是有了好处 那就应该是低调 我相信应该是这样 另外 除了在偏远地区完成学业之外 将不再延长留学生 在毕业后的工作权利 这个收得很厉害 这个也是最大的限制 有关变化也反映了政府现在努力 是确保留学生的质量 其实他一这样说 也是控制留学生人口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这样 希望能够填补国内真正 是短工的行业 有些地方真的很短工 我们这里也是 并且重新确立留学生签证的主要目的 就是用于学习 并非作为 是居留的途径 你记住他现在的意思是 你毕业之后 有得留下一个bonus 不是你为了业务而来的 不是老讽 其实澳洲政府十几年前都说 你来叫留学生学 study 应该你的首要目的是读书 他只是这样说 当然根据内政部最新的消息看到 现在已经达到了 他签率最高的水平 2023年下半年有两成的留学生 是被签的 没有签证得到的 内政部去年12月也宣布根据大学之前 曾经违反 签证规定的风险程度 对大学进行是一个ranking的 排名之后 原来将学校分为三类 申请第1组的国际留学生优先考虑 对于第2、第3组 排名低的话 你那间学校 所以你说读一间好留学校 不行的 不是的 现在不行了 那些古古怪怪的 一来是古古怪怪的学校 二来是那些不知什么的课程 所以他们说的T字体学校 我经常看到他们讲过 T字体学校好像说 他总部在西班牙 没有记错 但是这里开得很快 遍地开花,每个州都好像有 那些就要小心 他究竟分到第几组我不知道 但是 你说很容易的,学费也便宜 不用经常上学 你觉得政府知道吗 当然知道 大把移民官懂得广东话 大把移民官懂得中文 其实我也有想过去面试 不过都算数 因为他们很枯燥 生活很枯燥 经常看资料 这样就算了 政府部门是这样的 亦都是 申请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学校 比如你现在很流的学校 你现在是第三级学校 第三级学校 人家可能等两三个月 你便等得久一点 等半年 申请签证时间 你能耗不耗得起 以及 申请人 澳洲 在去年 澳洲曾经接收 大约76.8万名留学生 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印度和尼泊尔 之前 因为 疫情期间 印度学生过了中国 但现在又回来了 现在又回来了 当然 我觉得这些事情 没问题 以及大陆学生 是不是每个人都想留下呢 我就不是这样觉得 现在他很简单 他现在教育部长就说 我们只是 想学生有更好的前途 所以严格一点 侧面来说 冠面堂皇 是的 但是这个也是合理的 虽然冠面堂皇 但是也合理 我想你学好英文 有什么问题 你英文好一点 是否容易找工作 他这样问你就可以 这里确是西人地方 要学英文 是的 所以 澳洲 我觉得在五眼集团当中 英文要求最高 你看看你说的 比大英 比大英 我觉得就是 因为澳洲 连大英的人都看不起 觉得他们窮 当然 澳洲是不是老龄化呢 也是 也是 虽然 包括国际 学生在内的人士 也增加了劳动力 但是也带来了 住房 当然不是唯一 我们再说一次 新移民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是唯一 没错 导致租金和房价上升 Corelogic 最新数据也看到 截止到 1月的一年里 其实首府城市的中位数 房价中位数 升了11% 达到94.4229元 当然因为雪梨和墨尔本的数高 我们的房子就没有那么贵 所以雪梨和墨尔本的人就来了 我们这里买房 而偏远地区 房价中位数也涨了4.7% 达到 621,301元 看看澳洲 去年有多少人 来了这里呢 即是有多少 永居或者长期 移民居住在澳洲呢 就有51万8千名 永久及 长期移民居留在澳洲 其中包括 国际学生和技术移民 其实我又觉得 你包括国际学生 公不公平 这个数字 因为国际学生可能离开 他也包括了 为什么呢 他的原因就是国际学生都住屋 那也是 因为你宿舍也很难申请 好像以前我们学校 我试过牌 牌三年 我读完书 他都没得申请到 有些人读很长 好像读医的 读了五、六年 他一直住在澳洲 澳洲 究竟有多少人海外出生呢 接近三成 29.5% 以前最多海外出生的国家 是英国 现在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另外有一宗新闻 有关于移民的 这宗新闻仍然震撼一点 原来 有一位48岁的爱沙尼亚男子 他叫Mark Suehson 他说 他永久居留 申请是遭拒绝 为什么呢 他48岁 他的伴侣是澳洲人 104岁 104岁? 差了50年 是的 是人岁来的 还搞结婚 差了60年 50多60年 这位太太就叫 Witt 他想着 刚才我也要收回一句话 也不是 一般情况下 只要你是真爱 而且不被怀疑 应该申请永居 结果他就被怀疑了 内政部对于两人的情侣关系提出质疑 Mark 他想着在 移民法庭上证明自己这段爱是真的 他们相差56岁 原来 这位老太太 是他 是他 祖父的 遗伤 当然不是他的 他祖父 是已婚的 即是这样 他的阿爺 是 跟他现在 喜欢的这个婆婆 曾经结婚 但他们没有亲属关系 因为 他的 即是亲属的 已经结婚了 他真正的阿麻 原来 就不是这个 因为他阿爺 就是试过两段婚姻 明白吗 试过两段婚姻 他和这位阿爺 我没有说 他们不构成一些伦理的事情 人家就觉得是否他想帮你留在澳洲或情侣 明白吗 会有这个怀疑 是 申请永居被拒绝之后 马哥只能去上数 就说两个人的关系 是真的 根据这位马哥的说法 虽然两个人 是 差很大年纪 亦没有走迈 但两个人的关系 感情和精神 和思想上很深厚 原来 马哥就和 Vid老太 1996年已经认识了 13年就确定 是戀外关系 马哥当时 在37岁 老太就92岁 说得挺厉害的 18年马哥就搬到澳洲 和Vid老太在 Vid老太在 大雪梨地区 原来 老太太就有 以知海默症 虽然人照顾 亦有一些障碍 由于健康问题 他在22年9月搬入了一间 老年狐狸机构 我已经和祖父的遗伤 记住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之间 最初是一种健康的关系 后来变得非常有意 和充满爱 我们 都会做情侣会做的事情 这个和莲斯瓦说的一样 当然是马哥的申请 因为前后矛盾 变得很复杂 之前他向政府机构 提到 称这位老太太是祖母 为什么不照须说呢 你一敢问的时候 你想想我们都敢问他 何况他 是的 是吧 也说我 从来没有将他当作我的祖母 我从来没有叫祖母 不存在 这个孙和祖母的关系 两个人 都说我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们 虽然我们年纪差很远 他也说我没有考虑他的年纪 他也没有考虑我的年纪 看到他 他就说从他这位老太太身上 见到一个年轻的年龄云 亦都说很想陪伴他身边 他很孤独的 很无助的 屋前他们就是 正在证明自己的关系 很搞笑 他们又 不结婚 这件事 又很奇怪 他就说 事实伴侣关系不需要结婚 其实有些 那些资产 以后会变得很复杂 不知道 总之我觉得是一祸足感 当然他也说希望 回到Benz Town 和他一起生活 这件案 的聆讯是延期日 法官母队 马哥的签证状态 做出最终的决定 因为他上诉说 我觉得他应该是 Brigian Risa 就是这个 过桥签证 打官司他有这个证 我相信就是这样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